越南志工举办两场玉佛 一场在胡志明市的台北学校 一场在平阳省的台商会馆 志工奔走两地玉佛 看到大家发喜充满 虽然辛苦却觉得很值得 清晨五点 天色还未亮 越南慈禧志工已经安排接驳车 接送民众前往胡志明市台北学校参加玉佛 迎着晨曦 两百多位民众 特地早起 虔诚玉佛洗礼心灵 玉佛是佛教的圣典 胡志明市志工已连续多年 在台北学校举办 今年不止华侨参与 包括照顾户和长期 与慈禧合作的红石自会都共相胜举 为了在早上八点以前归还场地 佛做准备 在慈禧志工 献花供灯的带领下 平阳省台商和民众一百六十人 礼敬佛陀祈求天下平安 两场玉佛带给三百多位民众心灵的安定 志工自己也领受两次祝福 身体疲累 心灵却很满足 大家新闻 这上美志工 越南报道